头戴小黄鸭发卡,可爱笔心的杨倩,左手拿金牌,右手捧鲜花的全红蝉,长发飘飘,手握重剑的孙一文。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老师杨丽用软桃制作Q版东京奥运冠军校,用艺术为奥运劫而加油。 奥运会开始至今,杨丽共完成7位奥运冠军的艺术创作,分别是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杨倩, 女子49公斤级举重冠军侯志慧,女子重剑个人冠军孙一文,男子200米混合勇冠军汪顺,乒乓球男单冠军马龙, 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全红蝉,体操女子平红木冠军管辰辰。 Q版杨倩塑像是杨丽制作的第一件奥运冠军作品,除了杨倩头发上的小黄鸭,胡萝卜食品, 杨丽还把7步枪元素加入到渐变的中国红底色和奥运五环背景上。 因为它是咱们的手机嘛,所以说做的时候心里也是比较激动, 然后创作的时候也是有难度,所以说想把它那个可爱的样子做出来, 所以说在创造当中也是想了很多,也是参照了很多的图片, 第一幅作品制作出来以后,很激动,然后后面更有信心了。 杨丽介绍,制作奥运冠军软桃作品时, 她会仔细观看每一位冠军的视频和图片, 选择最能体现人物特点及比赛项目的造型。 制作时,先用软桃捏出基本造型, 然后根据衣服、配饰等细节进行加工。 光顺的那个游泳嘛,因为创作的时候,你说穿衣服肯定相对捏出来, 捏的时候要简单一点,然后你要体现它这个肌肉, 这个就是特别的难,所以说我也就是买的相关的那个解剖书籍啊, 结构图书籍啊,也要参考,一定要捏到最好最整。 捏好造型后,需要用烤箱进行烤制定型, 烤制完成后,用颜料把眼睛、衣服上的花纹一点点画出来, 用画笔给人物上妆,更自然真实。 管车神捏的时候,他那有一个那个衣服, 衣服有一个透明的那种感觉, 所以说我捏的时候,选用的材料呢, 就是那种高透的那种材料, 那种材料捏出来它就是,虽然是特别透明, 但它捏当中它相对脆一点,延展性不是很强, 你稍微捏的,就是说,稍微一使劲,它就会断裂, 经过两三次的矫正,最后做到自己满意了。 作为一名美术专业老师,杨丽从2015年开始尝试软陶艺术创作, 从捏小发卡到捏人偶, 制作软陶浮雕Q版奥运冠军等。 虽然奥运会已经闭幕, 但杨丽的创作步伐并未停止。 奥运会虽然结束了,我只做了七个人物, 接下来呢,我想就是说, 把咱们38个奥运冠军团体的, 单人的都捏出来,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, 也可以送给他们, 他们要是喜欢的话,那也非常荣幸的。